《概念攝影》 《概念攝影》不是一張有概念的照片 而反而是一個作品 正在問到什麼是攝影 我是梁黃森 Joseph Leung 我是一個導演和創作者 《風知的香港奇》 是一個利用了直接攝影的作品 它有兩個層面 第一個層面是比較想概念攝影 就是關於攝影如我去呈現的世界 我想最有趣的這段作品就是 我們沒有人心目中都很明白 一支旗是什麼樣子 但看這支相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原來 旗是可以完全是另一個方法 所以當我們在問 攝影是什麼真實 什麼是攝影的真實 我想我這個作品 其中一個想提出的問題就是這個 第二個層面是什麼呢 旗本身是一個很強有政治宣染的一件事 而當我們想起這支旗就是什麼呢 這支旗除了政治的作用 其實是沒有的 這支旗的政治狀況這麼強的時候 我只是純粹地去紀錄這支旗 那份作品已經好像很有政治性了 有時候我覺得這個政治作品很難做 政治作品很容易變成一個政治的宣洩 而不是一個政治狀態的呈現 而這個是很大的問題 我想最好的政治作品 那不應該是一個說明 它應該呈現一個說明 這份作品除了是發映著一個社會的狀態 對於過度的恐懼感 之類感 我想也都同時間對於一個攝影的過度 或者攝影本身所謂叫做轉變的一個思考 即去到現今當代攝影 究竟我們還是不是在用這個所謂叫做 在一個實際的角度去看攝影呢 還是其實我們可以去看攝影 攝影究竟是什麼呢 這個其中一件事我們都覺得是挺有趣